当你看到为什么西方人很容易痴迷于日本和韩国 而对中国却不感兴趣这个问题时 你的反应是这样的吗 这是一位韩国网友在外国最大的问答网站上提出来的 有时候一解也真是服了某些韩国网友了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从来不会去关心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像日本和韩国人那样 总是渴望让西方世界认可他们 进而疯狂地展示着他们所谓的文化 尤其是韩国 能把一个在我们中国都上不了台面的配菜 套菜都能玩出花来 但事实是这位韩国网友所说的这样吗 这是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 在外国最大的搜索引擎 一年的搜索热度趋势比较 蓝色是中国 红色是日本 黄色则是韩国 而统计数据显示 搜索关于中国的人要比日本和韩国多得多 所以就算我们从来没有刻意去告诉他们 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外国人 对中国很是痴迷 毕竟5000年的历史文化都在那放着 那外国网友看到这个问题后 都会如何回答呢 网友Lean Sky回答道 这些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附庸国 因此美国媒体会宣传他们的附庸国 他们不会宣传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因为中国的重点是服务于普通人民的利益 也就是社会主义 而不是像美国那样 服务于富人利益的资本主义 网友Stefan Wastering回答道 你想要一个真正的答案 还是一个心理安慰 西方人痴迷于日本和韩国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日本和韩国服从西方 西方寡头想把韩国和日本捧上天 因为他们想把韩国和日本作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你按我的命令办事 我们就会表彰你 当然你不会希望以一个不听话的为榜样 因为那样其他人就会开始反抗 而西方寡头不希望这样 网友Jason Lee回答道 哈哈200年的历史 让西方人认为自己是老板 历史表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和技术创新者 在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世界的领导者 西方对中国的痴迷 就像日本和韩国现在对西方的痴迷一样 这就是中国风格 防照中国家具 绘画和文化 在17 18和19世纪如此流行的原因 因为西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 网友Juventini回答道 日本和韩国完全向西方文化投降 当你们西方人 尤其是美国人 去日本和韩国享受超级国民待遇时 日本和韩国的女孩们争相 与你们西方男人交朋友 他们的国家首脑 在你们的国家领导人面前低下了头 美国总统让日本首相跪下来舔他的鞋子 相信我 日本首相会毫不犹豫的这么做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特权 这是你喜欢日本和韩国的根本原因 美国网友Sharon Penny回答道 我认为前面的很多答案都很好 我同意日本动漫 日本流行音乐是西方人喜欢日本的原因 然而如果你去这些国家 你可能会享受到中国文化 他们可能不会向世界各地 宣传自己的动漫或流行音乐 但中国文化要更有趣和生动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好地方 那里的人很开放 友好 他们喜欢交谈 他们很亲切 会主动帮助你 当然有些人相当直率 但美国人也是如此 坦率地讲 我任何时候都会选择中国 而不是韩国或者日本 网友Jeff McTola回答道 除了媒体上的负面新闻 大多数人对中国置之甚少 日本和韩国在旅游流行文化方面 做了更多的宣传 他们的电子产品在全球市场上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中国有更多的历史文化 但我想中国并不需要真的去宣传它 因为他们的国内市场已经很大了 网友J.D.Powen回答道 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的乖儿子 因此他们被描述得很好 这与中国的情况不同 中国拒绝被欺负 他们也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所以很多西方人对这个国家印象不好 当你在西方媒体上 听到很多对中国的恶意抨击时 谁还会关心中国的音乐和电影呢 这就是西方想要的 好了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回答这位韩国网友的提问呢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